说起人狠话不多 俄罗斯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战斗民族不仅打仗够银河 连关押犯人也是手段强硬 这里是俄罗斯赫赫有名的黑海豚监狱 里面仅关押着650名囚犯 但预警却多达900人 多出了近三分之一 这还不包括100多条警犬 几十座狙击塔 以及漫无边际的铁丝网 事实上能享受如此奢华待遇 被关在里面的囚犯们也大有来头 他们人均背负五条人命 每个人都标判无期徒刑 包括杀人犯 黑手荡头目 恐怖分子等等 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 就是曾震惊世界的食人恶魔 眼前这名囚犯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夫 不过根据我们频道的惯例 后面就称呼他为特林普 特林普在酒后残忍杀害了一名男子 并在朋友的聚会上大展厨艺 把尸体做成美食端上了餐桌 他谎称这是来自澳洲的袋鼠肉 但不巧的是现场有人去过澳洲 他发现了端倪 并把一块肉拿去做鉴定 最终惊恐的发现 这些袋鼠肉居然就是警察正在寻找的尸体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如果你也是餐桌上的一员 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更可怕的是经过严刑逼供 已经确认有三名受害者遭遇不测 而且因为没钱喝酒 特林普居然把尸体肢结卖肉换酒 1996年特林普被警方抓捕并判处死刑 但恰逢同年俄罗斯宣布废除死刑 死刑犯们全部改判无期徒刑 本以为捡回了一条命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在这座黑海豚监狱中 终身监禁简直生不如死 黑海豚监狱位于莫斯科东南部道伦堡 有趣的是黑海豚的标志 居然是由一名囚犯无意间的绘画勾勒出来的 狱警觉得艺术感十足 便将其保折下来 作为俄罗斯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之一 近三百年来 没有一名囚犯从这里逃出去过 甚至都不敢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只要敢踏出牢房一步 机关枪手流的和警犬都会一拥而上 轻则身体残废 重则当场丧命 就算囚犯运气好翻过了围墙 几十名狙击手也会开启狩猎模式 狱警让他先跑一百米都没问题 另外为了防止暴乱 狱警们每天都会进行仿暴训练 钢尺盾牌贴身警棍以及扎实的阵型 无不让人望而生畏 摄氏组征求了狱警的同意 准备采访一下特林浦的光辉事迹 对狱警来说探监是向反锁的工作 首先需要八名狱警外加一条警犬全程戒备 狱警先通过门上的小窗 责令囚犯双手过头保持站立 然后才能打开第一扇铁门 紧接着囚犯需要反扣双手伸出第二扇铁门 让狱警戴好手铐并俯卧身子 狱警确认安全后才准许打开第二扇铁门 这还没完 囚犯被带出牢房后需要面壁俯卧 狱警会用金属探测器全面搜身 衣服鞋子甚至口中都需要仔细确认 虽然步骤繁琐 但多年来狱警依然保留了这套做法 毕竟这些囚犯已经不能再称之为人了 而是地狱中的恶魔 事实上即便已经如此严厉 狱警还经常收到各种违禁品 比如有囚犯会把烟头的过滤嘴烧焦 然后捏出分利的刀刃 可别小瞧这个小东西 不久前有名无辜的囚犯就遭到了育友的袭击 警动脉瞬间被切开 差点失血而死 特林普被带到了出铁笼 等待监狱长和记者到来 当然在铁笼里也不能肆意妄为 保持备手面壁的姿势 外加狱警和警犬的看守是必要的警戒措施 等到人员就绪 狱警会将他的手铐捆绑在与地面汗死的凳子上 防止他站起来行凶 特林普出生于1959年 在1993到1996年的三年时间里 他连续杀了三个人并肢解喷刃 甚至以假乱真 分享给亲朋好友们一起食用 被抓不后 特林普公认不讳 甚至面对记者采访时 还用味道不错 美味甜食等词语怀念的份美食 如此扭曲变态的心理 难怪狱警要对他重点照顾 值得一提的是 采访期间狱警们也没闲着 他们会把牢房彻底检查一遍 包括床垫 枕头和门锁 就连围栏的钢管都要用锤子一根根敲打 检查是否被松动过 比起特林普的变态行为 这名囚犯看起来正常了许多 他叫萨瓦迪 因犯五重杀人罪被判终身监禁 今天是他工作的好日子 在八名狱警和一条警犬的押送下 他来到了工作区 需要强调的是 为了防止囚犯了解监狱的布局 跨区押运时 囚犯必须被门住双眼 而且同样双手反扣俯身行走 甚至天桥两侧都得用铁皮包裹 防止囚犯感受到周围的环境 囚犯们会被统一带到一处牢房 并一字排开 在狱警确认锁好门锁后 方可逐一解开手铐开始工作 当然能被选中参加工作的 已经算是囚犯中的模范代表了 首先罪行要相对较轻 像特林普那种食人恶魔 肯定得不到这样的机会 其次在服刑的三年里 没有发生过任何违规行为 而且最终还得经过监狱长本人的审批同意 萨瓦迪很庆幸自己能被选中 毕竟24小时被关在牢房内 换坐谁都很难保证 不会被逼疯 监狱主要为莫斯科一家私人企业 提供工作服和清洁服 这些各式各样的成品 清一色出自于囚犯们之手 萨瓦迪的工作是粉刃环节 他每天需要工作8个小时 每周5天 工作很辛苦 但收入也很低 每个月只能拿到4330路比 相当于人民币376元 当然对背叛终身监禁的萨瓦迪而言 赚不赚钱已经不重要了 他对现状很满意 毕竟有份工作 有事可做 不会觉得虚度光阴 下午5点是囚犯们的下班时间 萨瓦迪会被重新戴上手铐 门眼弯腰 在狱警和警犬的监督下 重新回到自己的牢房中 监狱每天提供三顿饭 一块面包 一盆土豆 以及一碗粥 就是他们每天吃的东西 厨师做好菜后 会由狱警通过门上洞口 逐一派送给囚犯 让囚犯们坐在一起吃饭 是不现实的 因为很多囚犯坐起来 还没什么顾忌 极有可能会发生 打架伤人的暴力行为 为了避免囚犯 因长时间囚禁而急神抑郁 监狱每周会安排 两个小时的放风时间 但问题是 所谓的放风 只不过是把囚犯 押到另外一处露天牢房 单独待一会儿 这里有铁丝网封顶 还有狱警在头顶巡逻 别看条件很苛刻 囚犯们却很珍惜这样的机会 因为这是他们每周为数不多 能见到天空的时候 为了管教这群穷凶极恶之徒 狱警难免会使用一些非常手段 拳打脚踢算是小惩罚 辣椒水 老虎凳 指甲钳等也是经常使用 面对这些酷刑 囚犯们敢怒不敢言 面对记者的镜头 他们也根本不敢说出真相 有些投铁的囚犯会冒着极大的风险 趁亲人探监时把内幕传出去 但结果可想而知 亲人在外面到处伸冤 囚犯在里面又遭到了加倍惩罚 这让囚犯家属苦不堪言 有名囚犯手和脚的20个指甲神秘消失 显然遭到了拔指甲的酷刑 但监狱方给出的解释却是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俩 属于囚犯之间互相感染后的自行脱落 跟监狱无关 或许这就是黑海豚监狱真正可怕的地方 一个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监狱 好了 喜欢本视频请点赞 关注和评论 牛太长带你件事更大的事件 我们下期再见 拜